在生活中我们时常会发现 下过雨后的潮湿地面 到了隔天就干了 或是在饮料中的冰块 过了不久就逐渐消失不见 像这种同样是水分子 但却有着冰块 水 水蒸气的三种状态 我们称为物质的三态 水分子不论是固态 液态 气态 都是由水分子所组成的 但看起来有极大的差异 这是为什么呢 从围观粒子的视角出发 可以发现物质是由粒子组成 构成物质的粒子 由于受到温度压力的改变 使得粒子间的距离 及引力大小发生变化 因而产生状态的不同 物质常见的状态有气态 液态及固态三种 称为物质的三态或三项 固态物质中 粒子间的吸引力很强 粒子间紧密排列 有固定的体积与形状 当我们把固态物质倒入烧杯中 固态物质的粒子相对位置固定 不会随着容器而改变形状 如饮料杯中冰块 而液态中粒子间的引力 比固体弱一些 粒子间的结合较不紧密 且粒子间相对位置不再固定 给了粒子更多移动的空间 有固定体积但没有固定形状 当我们把液体倒入烧杯中 液体的粒子会随着容器的改变 而改变形状 但总体积不变 气态物质中 粒子间的吸引力最弱 粒子之间的距离 是物质三态中最大的 没有固定的体积与形状 当把气体装入烧杯中 气体粒子就会充满整个烧杯 以水为粒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经常可以看到当温度升高时 水的形态发生改变 如固态预热会融化成液态 液态预热会再气化为气态 现在就让我们从粒子的角度 来看看水的三态是如何发生变化 在一大气压下 随着温度的增加 冰块的温度逐渐上升 到达零度C时 虽然持续加热 但冰块的温度不再上升 此时水分子吸收了足够的能量 能够挣脱固体水分子间的吸引力 使固体结构崩解 拉大水分子间的距离 成为液体 此时我们称零度C 这个温度为水的溶点 而水分子为了挣脱固体水分子间的吸引力 所吸收的热 称为融化热 当冰从固态完全转变为液态 此液态水的温度会开始上升 直到液态水的温度为100度C 并且温度不再上升 水分子又有足够的能量 能够挣脱液态水分子间的吸引力 使水分子挣脱分子间的束缚 拉大其分子间的距离 成为气态 此时的温度称为水的沸点 而水分子为了挣脱液体水分子间的吸引力 所吸收的热 称为气化热 在这些状态变化的过程 物质并没有改变 只是彼此间的分子距离产生了变化 所以物质的三态变化为物理变化 另外有些物质也会跳过中间的液态状态 直接由固体变成气体 称为升华 例如干冰 温度与热章节 学到过的物质吸热观念吗? 已知物质吸收或放出的热量等于物质的比热 乘以物质的质量乘以温度的变化 现在请你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当100克的水 温度从摄氏20度C上升至80度C 其中水的比热为1卡每克度C 假设过程中无热量散失 请问这100克的水总共吸收了多少卡热量? 吸收的热量等于物质的比热 1乘以物质的质量100乘以温度的变化 80减20等于6000卡 但是 不论是融化热或是气化热 物质的温度都没有发生变化 所以公式就会变成 吸收或放出的热量等于墨尔融化热 或气化热乘以墨尔数 举个例子 当摄氏0度C的180克冰块 要完全变成摄氏0度C的水 请问总共要吸收多少的热量? 首先要先注意单位 要先把180克的水转变成墨尔数 吸收的热量等于 墨尔融化热5.99乘以墨尔数10 等于59.9千焦尔 接下来 我们以压力为纵轴 温度为横轴 描述物质在所对应的压力温度下的状态 在坐标中 汇出所有相变所在位点 这样的图称为相图 线段AB为不同压力下水的溶点 此时水与冰可以共存 线段AC为不同压力下水的沸点 此时水与水蒸汽可以共存 而三线段焦点 也就是A点 则代表水的三态 彼此可达平衡共存 称为三项点 而C点为临界点 代表超过临界点时 气体与液体间的界面消失 形成单一项的状态 同时具有液体和气体的特性 此时物质即称为超临界流体 当固定大气压力为一大气压 随着温度由-20度C开始升高 直线EF往右依序为固态 液态气态 而当我们在山上煮东西的时候 山上气压变小 不到一大气压 我们会发现 起废点下降至80度C 这也是在山上煮东西 不容易煮熟的原因 另外 从二氧化碳的像图中 我们会发现二氧化碳 在大气压力为一大气压时 随着温度的升高 会直接由固态变成气态 不会经过液态的状态 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 干冰升华的现象 让我们来统整一下 今天学到的物质的三态 从粒子的角度来看 固体的排列紧密 运动性小 分子距离极小 体积固定 形状也固定 当粒子的能量 足够可以挣脱固体的结构 就变成可以流动的液体 在群体内自由移动 分子间的距离 略比固体间的距离大一点 体积固定 形状会随容器变化 当粒子的能量 提升到足够能够 挣脱液体结构 就能脱离群体单独散布在空间中 成为气体 此时 分子间的距离极大 体积和形状都随着容器变化 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脑力激荡一下吧 不同的液体 具有不同的废点 请试着用今天学到的粒子观点 以分子间的作用力大小来解释 废点比较高的物质 是因为其分子间的作用力较大 还是较小呢